和谐的夫妻关系自然要双方能够满足彼此 男欢女爱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生理上的本能需求 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一个长期在家吃不饱的女人 真的不敢说她没有私募外面的男人 好的夫妻感情是建立在良好的夫妻生活上面的 性在夫妻生活的重要性不言安喻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女人吃不饱 会有哪些外在表现 第一暗示你缠着你 婚后的女人尝了男女之事的甜头 自然不会像谈恋爱的时候那般拘谨 对待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已经逐渐放开 女人不会像之前那样扭捏被动 她们主动向男人所求 如果你发现女人总是缠着你 总是在你身边蹭来蹭去 甚至主动在你怀里撒娇 那么可能女人需要你了 第二 有目的性的肢体接触 女人想挑逗男人 自然会使一点小心机 身体上会刻意地拉近和男人的距离 和男人接触时 还会用自己的敏感部位去接触男人的身体 或者用自己的脚趾头 故意碰触男人的身体 甚至对男人做出挑逗的动作 勾起男人蠢蠢欲动的心 然后和男人一起唱出爱乐火花 第三 故意走光 在特殊的时刻 女人换上性感的内衣 故意穿的衣服遮体 一些特殊的位置在男人眼前一晃而过 聊过男人蠢蠢欲动的心 有的时候还会撒上很有诱惑力的香水 有意无意地在男人面前走光漏点 故意让男人上沟 第四 言语挑逗 言语能制造出暧昧的氛围 赞美对方身体的强壮和性感 或说一些调情的话语 甚至可以说一些昏段子 愉悦气氛 男人也会被言语挑逗 慢慢有感觉 便会化被动为主动 疯狂的同时 也让你疯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urlano